今集就带大家去找回室去的童年 如果年纪跟我相约的话 不知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读书小学旅行去过的三叠潭和竹林禅院 首先说一声不好意思 我这个剪片程式支援不了三叠潭的碟字 所以写了一个同音字碗碟的碟 香港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要山又山 要水又水 特别是行山径好像七十一那样 总有一条在你附近 之所以我去到哪里都好 总是在附近就会走到山 上星期去慈云国拜祭父母 就顺便走狮子山 今星期去怡然学院拜祭家公家婆 就顺便走附庸山 附庸山是香港的佛教圣地 小时候小学旅行去的竹林禅院和三叠潭 就是在附庸山 由竹林禅院到三叠潭再走过去 就是怡然学院 这一日的路程就比较短 睡得比较硬 去了村龙就喝一个中午茶才起步 如果有去过村龙喝茶的朋友 都知道这里要自己做事应 我们去到五十一号巡返巴士 就未去到村龙之前一个站 大帽山郊野公园就下车 这里就介绍多一个景点 就是大帽山郊野公园 之后我们就走一个站 走到村龙村 我们喝完茶 就不步行去附庸山脚了 因为这一段路就没什么看 我们就坐小巴去到木棉下村下车 跟小巴司机说木棉下村 上芙蓉山 他就在芙蓉山路口 就停了给我们上山 芙蓉山为香港佛教圣地 山上建有众多佛教寺庙 其中历史最悠久 和最著名的就是竹林禅院 芙蓉山位于香港新界全湾区的中部 是全錦公路交回处北面的山 是大帽山南端的渔墨 芙蓉山东面的山谷是三叠潭 西面的山谷是曹公潭 还有鄰近其他观光热点 例如东临纪念堂、香海、慈航、西方寺 最后就会去到圆圆学院 一开始步行上山 环境已经十分清幽 而且路旁的高树又开满花 但是又不知道什么花 芙蓉山 不知道是不是芙蓉花 看着路牌 就沿着芙蓉山路继续上 而我们在大墓山这边 去到木棉夏村落车 其实就已经在山上了 如果从荃湾市区那边上来芙蓉山 就要撑石级 大概就是七八多级 我们走到这个位置 看过对面马路 就有一条石级 这条石级就是蟬楼 姚大姓母列女宫 以及杰莲庵的入口 在这条石级走上去 就是菩提径的起点 我们就不上这条石级了 我们继续沿路去 去竹林蝎圆 芙蓉山四处遍布寺圆 我们开步没多久 就已经见到好几间寺圆了 除了正话所提过的寺圆名称之外 还有 紫竹林蝎圆 法华蝎圆 准蒲圆 观音岩 正音佛角 贵子 上天竹 南天竹 葡萄居 凌严教圆 容秋老和尚祭念堂 所以说 芙蓉山 为香港著名的佛教圣地 现在到的就是 东林念佛堂 和东林安老院 我在门口望进去 景色相当不错 进去兜了个圈 拍一下景 这间纪念堂 创建于1952年 参加均匀 滑多间 統一团 在荃灣少和街有一個85號的專線小巴開到念佛堂的門口 東林念佛堂的隔輪就是竹林蟬縣 現在到了小時候小學旅行老師帶我們來竹林蟬縣旅行的地方 剛好碰上門口的牌坊修緝 幸好裡面所有的景色很美 不會碰上修緝的素杏 而且今天的天色非常美 原來剛才在下面看到天皇殿 現在走上來 原來是竹林蟬縣的天皇殿 接著看到四面佛 走上高處拍攝整個四面佛的觀景 周圍的環境都相當美 拍攝完四面佛 轉身就在這個位置壓殿 竹林蟬縣是香港最大的佛寺之一 位於荃灣的芙蓉山 佔地四宮廷多 山上的風光明媚 是創建於1928年 是供奉釋家茅尼佛的寺院 是香港移級歷史建築 まず村落到位置壓殿之後 就是一個庭園 有香爐 有兩個噴水池 平台花鋪 旁邊有樹木和紅花燭 把綠草陪襯 再上就是大紅寶殿 拍下圓林再上去 大紅寶殿的外觀 莊嚴紅位 我們由旁邊鍾樓的石蓋上 在大紅寶殿的另一邊 就是鼓樓 說少少竹林禪縣的歷史 在1928年 由容秋和尚 以竹隻鵬架 搭成這個佛節 到了1932年 即是四年後 浮途殿落城 正式定名為竹林禪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 日本殖民地時代的時候 寺院開逼土地耕種 實行至級至足 度過艱難時期 到了1949年 中國共產黨 迫使大批真女藍徒 他們大開方便之門 來者不拒 招待食宿 到了1970年 他們向香港政府補地價 就買入了現時的大紅寶殿的土地 到了1975年 大紅寶殿就開始興建 到1882年落城 大紅寶殿 在浮途殿前面 有石山魚池 浮途殿 我剛才說過 定名為竹林禪縣 入口 女生 她自然 一頓 對 计我所知,星期日就有吃 顺便一提,整个竹林蕾丸的开放时间 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 一路走,一路勾起我的记忆 在60年代来的时候,竹林蕾丸只是小小一间 还记忆中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 突然间有个念头想出家 因为这里实在太美,太清幽了 云和雨冷 令我想起这首禅院钟声 不过这个念头两分钟好了,我还要去园学院 现在在钟楼沿路落石级的时候 看过去就是古楼 离开竹林蕾丸之后 在永安亭继续向前 看过去就是观音岩 再走到旁边就是静音佛国 哇,这里山上有山 住在这里的人 简直是世外高人 住在世外桃园 哇,这棵花由树脚就开到树顶 由树顶又开到树脚 在我对植物的认识里面 我只可以告诉你,是花 走到这里就是福位子 继续一直走,没有多远 就会看到这个新村牌坊正在收集中 前面右手边就有一条石级 下去就会到三叠痰 前面那个很隐蔽的树框 那里就有石级下去了 下了石级没多远 就会看到圆圆学院的指示牌 在右手边这一间旧村屋 相信已经是战前了 因为有些骑柳柱在这里 转过这个弯 就会看到一个黄色栏杆 在黄色栏杆里 在那里捐过这个建筑物 就是三叠痰 稳稳一点 加多一句 右手边的石级不要下 随即就会看到这个竹林 竹林下面的石垫 就是三叠痰 阿公已经第一时间 已经走到石头上回忆 又是小学的时候 老师带过来旅行 还记得小时候 在这些石头上 一块跳过一块跳来跳去 再看一会儿 再看一会儿 如果掉了怎么办 看看有多深鲜 这些竹树 这些竹树就生得很高 很漂亮 这些竹树真的 这些竹树就继续向着圆圆豪圆的方向去 不愿意 不是有多久 但是更少 但是原来 很少女人的园把这些竹子放在这些竹子放在这些竹子放在这些竹子来 肉搭在朝洋 就有惹 有一部分 哇 嘴 又經過一片小竹林 接著就見到香海池河 上到路面 一上到路面就見到中記士多 然後左轉就會見到西方寺 這個就是西方寺的塔 見到鹽原安島縣的牌匾 對面就是西方寺的入口 繼續走前一點 西方寺的隔輪就是鹽原學院 已經到達目的地 從沒進去 西方寺的大小 中間寺的西方寺 雞尾上座 西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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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